感激 明明是大徒做的事 为什么他要跟我分手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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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死了 先冷静一下 我怎么冷静啊 萌萌 你说他令了你 还要跟我分手 我俩这么多年的感情 他怎么突然就跟我说分手呢 你先不去 萌萌 你找我怎么办啊 你先别着急啊 你们俩的事 也跟工作车在一起 他刚刚也许就是也是冲动了 萌萌 我感觉他早就想好了 他想利用这个事情跟我分手 你知道吗 他老早就关注清禾的事情 那时候你们还没有找他的时候 他就天天都在看清禾的新闻 他跟我说大家都在关注 所以我就没在意了 好吧 你不要想这么多 今天晚上好好睡个觉 好吗 等我把事情查清楚 我们再一起想办法解决 萌萌 你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我一定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 老婆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 好好好 你放心 我一定找他问清楚 你好 请问您找谁 我找何月卵 不好意思 何总已经出差去了 何月卵 我会得及 你怎么来了 何月卵在哪儿 你怎么来了 何月卵在哪儿 葛又兰告诉你的 还是说 他们分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啊 这我还猜不到吗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那不懂事的闺蜜 跟何总能走到最后吗 陈小姨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在质疑这件事呢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么盼着这一天 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你要再这样闹下去 我就叫把安来了 何月鸾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真的了解何月鸾这个人吗 这么多年的感情 说翻脸就翻脸 谈好的合作转头就背信其疑 你这么一个人 你觉得他会拿真心对你吗 我要是你 就不会得意得这么糟 怎么 没有位稿 我再去给你点点其他的 不用了 我现在就不想吃 何月男还是联系不上 他现在连站出来对峙的勇气都没有 我 我挺后悔的 我就不应该当着尤其的面那么说何月鸾 尤其是无辜的 我不该把他牵扯紧爱 尤其和何月男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来 我还没关系 况且 站在工人的角度上来说 现在分手 也许对游戏来说不是坏事情 早点发现不合适 早点分开 及时止损 总比互相耽误一辈子要强的 你啊 就好好开了开了他 你啊